欧洲来回机票是由我们的编号38号 平中县长周春敏抽出集团婚礼最大奖 欧洲双人来回蜜月机票的新颖得主 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由平中县政府主办的集团婚礼 每队参加的新人都能获得婚纱造型服务 及万元家电等豪礼 周春敏致辞时 也趁机提到县府推出的生育补助 希望参加婚礼的新人们加把劲早生贵子 那我身为平中县的大家长 真的很开心有50岁的新人来在今天成婚了 早生贵子的话也务必要涉及在平中县 我们呢平中县政府每一胎都补助2万块 另外呢大家不要担心 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 我们的育儿的负担相较之前 会越来越减轻 我们会越认真越努力 把屏东打造一个安居乐业 幸福和希望的城市 欢迎大家在这边落地生根 周春敏与诺会继续努力 带领县府团队将屏东打造成移居城市 让大家能安居乐业落地生根 屏东县政府每年举办的集团婚礼 以开放报名及造成秒杀 并以完善的婚礼规划 获得新人们热烈回响 平县府今年特别选在平安1936园区举办 希望用平安园区保留工业遗址的历史风华 结合艺术与科技 象征新人们的爱情 经历时光考验 更加闪耀灿烂 集团婚礼的主办单位很用心 安排这么棒的场地 以及这么好的美食 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婚礼 很好玩 我觉得参加这个婚礼 就是有很多人在帮我们 然后让我们就是只要参加就好 我们没有怎么后顾只有 而且觉得婚礼就是准备的很完善 感谢政府有这个活动 就是提供新人有一个征婚的仪式 而且还有送很多好礼 他觉得很感谢平东县政府的举办这样 然后现场50对嘉宾 然后就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感觉 然后就很幸运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 今年平东县集团婚礼 共有50对的新人 在周春敏与平东地方法院院长林昭燕 及近百位亲友的见证下 完成了终身大事 也在平县府用心的规划与布置下 度过一个美好浪漫的新婚典礼 记者诗心挺让正义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